歡迎收看新台派上線 今晚的節目沒有極限 今天一早 鏡週刊又爆料 這個爆料回到一切的初衷 回到一切的初心 就是徐曉星家族設詐騙案 徐曉星到底是知情還是不知情 如果徐曉星從頭到尾都知情的話 表示去年徐曉星在選舉的過程中 雖然口口聲聲說打炸 雖然不斷地指責賴清德政府 或民進黨政府放縱詐騙集團 可是一個活生生的詐騙家族 就在徐曉星眼皮子過去 所以鏡週刊這個爆料非常的關鍵 我們給大家回顧一下 面對徐曉星家族涉及詐騙案的事情 徐曉星過去是怎麼說的 我們製作單位整理了 從一開始說什麼呢 說他們 他們只是劉相傑 他們跟我們不是很熟 因為政治立場跟我們不一樣 而且杜南也就是劉相傑的老公 騙了我婆婆家2000萬 所以大家不相往來 當徐曉星講出不相往來 這些事情之後呢 無論如何都拿出非常非常多的證據 其實證明了徐曉星其實一直以來 跟劉相傑都有互動 可在這個互動過程中有沒有等於 徐曉星知道劉相傑涉及詐騙呢 坦白講不一定等於 所以後來有風聲傳出來 徐曉星或是劉燕里 或者是徐曉星以及劉燕里 都有去幫所謂的劉相傑 甚至是杜南乃至於林渝倫 有付這個律師費 如果劉燕里或徐曉星 真的有做這件事情的話 表示徐曉星叫做雙重標準 表示徐曉星叫做雙標準 自己家人涉詐欺 我假裝沒看到 別人有詐欺案 哇 忌餓如愁嘛 所以大家追問徐曉星說 你到底有沒有去幫人家 付這個律師費的時候 徐曉星在5月2號時候 說什麼東西呢 說劉燕里的部分 絕對沒有幫忙任何一筆律師費 因為夫妻財產共有 劉燕里付錢的話 我徐曉星應該會知道 這是徐曉星在5月2號 在媒體面前斬釘截點對話 可問題是今天記者中看 啪啪啪把徐曉星的臉都打中 記者中看今天只釋出 這個對話記錄 整個中看的標題是什麼東西呢 是徐曉星夫捲洗錢 老公幫詐欺犯處理律師費 證據曝光 打臉徐曉星夫婦不知情的說法 這個是一個對話記錄 這個對話記錄叫做 是誰呢 是杜南的助理 那這個傳訊息的人呢 是誰呢 是所謂的林余倫的夫人 林余倫的夫人 跟杜南助理的對話記錄說 你知道高雄那個庭 後來真正 真正就是劉相傑 劉燕里的姐姐 真正還不了羅律師的錢 羅去找他弟 就是真正的弟弟 也就是劉燕里要這筆錢 你有印象嗎 這位杜南的助理說 好像有這個印象 所以到底徐曉星有沒有騙人 到底這個律師費 是不是由劉燕里出的 這個週刊做了非常巨細 迷的報導 晚點節目 我們會完整去跟人家揭露 可更有趣的事情是 我們都講徐曉星不是密環嗎 徐曉星不是神黨殺神 佛黨殺佛嗎 今天一早 我們的記者跑去徐曉星的會議室啊 說我們要採訪徐曉星 我要給你平衡的機會 徐曉星的會議室寫著 開會中勿佬 就我們的記者了解 徐曉星今天以地方行程為主 也沒有政論節目錄影 謹受東升及中天新聞的訪問 所以徐曉星到底在怕什麼 為什麼徐曉星僅用一紙聲明 來聲明說什麼呢 說關於週刊提及的舊案 本人與先生留言裡並不知情 更並未被執行 索要或支付任何 劉項杰相關的律師費用 近週刊近日請拼 詐騙嫌疑犯的說法 就多次大肆報導 不斷支持詐騙嫌疑犯的言行 甚是可笑 所以在這個案子 徐曉星到底是執行 還是不執行 節目都會跟大家分析 可更有趣的事情是 週刊裡面竟然提到一位人 大家都很熟悉 叫做羅律師 羅律師是劉彥禮高中就認識的朋友 羅律師是徐曉星跟劉彥禮成立 都市更新協會裡面的理事長 羅律師是一直以來 劉項杰的辯護律師 可在這一次 既然羅律師要去幫劉項杰辯護的時候呢 既然喔 檢警以不適任等事由 要劉項杰另請律師 不能再找羅盛德來當他的律師 為什麼 因為週刊裡面揭露 羅盛德在整個案件中 可能涉及了串垢 可能違背了律師相關的法令 所以這個案子 連羅盛德律師也被捲進去了嗎 這麼多精彩內容 都會在今天節目討論 進入節目討論之前 現在介紹今天來賓 第一位是民進黨政政會執行長王毅川 阿川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民進黨立委黃傑 黃傑你好 真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執政媒體黨黃創下 川普你好 大家好 第四位是國民黨立委 葉元智 元智你好 大家好 好 接下來不得了 為了處理今天這案子 我們一次請兩個律師來我們節目 厲害了吧 第五位是律師黃帝 第你好 大家好 第六位先跳過 第七位是律師陳又熙 又熙律師你好 真好 大家好 厲害了吧 我們叫大行伺候好不好 一次找兩個律師好好分析一下 今天案子會有什麼法律的後果好不好 再來是民進黨財政事議員周永鴻 永鴻你好 大哥 好 進入節目討論之前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今天一早真的是 又是平地一身雷 本來我覺得今天又是平平淡淡 毫無樂趣的一天 毫無新聞的一天 一點都不熱鬧的一天 結果一早完了 周刊又有獨家報導 這個獨家報導 徐曉星的老公幫詐騙犯處理律師費 證據曝光 打臉徐曉星夫婦不知情的說法 我們來看一下相關報導 如果我有涉案 我絕對會辭職負責 如果我的先生有涉弱的話 我願意離婚 劉項杰夫妻涉 第一時間徐曉星夫妻大力切割 甚至還拿婚姻做單報 但現在這說法似乎被狠狠打臉 周刊提報這張對話記錄 就是徐曉星大呼 劉項杰助理和另一名涉案被告 林玉倫妻子的對話記錄 內容提到當初高雄的庭 劉項杰還不了律師費 律師還去找了他的弟弟 也就是劉燕裡討錢 是不是有這回事 對方則回應 好像有 等於間接證實 劉燕裡並非對詐騙案一無所知 打臉許巧心說法 我不知道還是不知道 我有多麼不容易跟辛苦 那如果你一開始就知道 盧律師要這麼做的時候 那你對我是舌仙心場 不只林玉倫妻子曾出面爆料 劉家有意涉局切割 根據週刊報導 劉家替林玉倫付了律需費 更因此要求她獨自頂罪 成了詐欺案的戴罪羔羊 恐怕出現涉密或律師串供 檢警已經著手調查當中 我本人完全沒有被諮詢 索要或是支付過 任何跟劉項杰有關的律師費的費用 劉燕裡親上火線回應 強調對方回應好像有 不能當作直接證據 徐巧心也發出聲明 和先生都不知情 對這些毫無根據的抹黑 自然不會放在心上 現在就等檢方查明真相 她也非常有信心 如今傳出劉家付錢 要林玉倫頂罪 兩夫妻知不知情 恐怕已經不是單純 誠信問題 要出來馬其諾防線真的倒了 徐巧心說她是馬其諾防線對不對 徐巧心的馬其諾防線是什麼 她不能一邊知道 我的家人是色詐的 一邊非常道貌安然說 我徐巧心就是反對詐欺 我就是對詐欺非常的厭惡 對不對 你不能這樣 就雙標嘛 對不對 甚至徐巧心人設很重要一環 所以徐巧心不斷否認說什麼 我不知情 我不知道 我們不想晚來 我沒有辦法出律師費 甚至在5月2號的時候 還說什麼呢 她說劉燕裡的部分 絕對沒有幫忙 付任何一筆律師費 因為夫妻財產共有 劉燕裡付錢的話 我應該要知道 她確定劉燕裡沒有幫劉相傑 付過任何一筆律師費 哇 現在出大事阿川 各位劉燕 這案子一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關鍵就在這裡了 就是我們沒有再往來 不相往來 她還說劉項姐的先生 是什麼 她姐姐結婚以後 她大姑結婚以後才認識的 沒錯 沒錯 那就講說第一個 這個他們這個詐騙集團 他們都沒有關係 對 第二個她才講說 喔 原來她媽媽出了兩千萬 對 她媽媽去貸款貸了兩千萬嘛 對不對 婆婆借了兩千萬 婆婆借了兩千萬 那代表她婆婆是 要嘛投資 要嘛資助 對 要嘛私人借貸 對 那她婆婆知不知道 借給了詐騙集團 他們都說不知道 都說不知道 好 都說不知道 那後來出事了以後 大家在問說 那這個被揭露說 欸這個劉媽媽 專門在幫忙處理這個律師的事情 對 這個這個 林語錄的太太說的嘛 對 她跟她媽媽不是一個對話嗎 說那個律師的什麼律師費 什麼什麼什麼 上次有這個對話嘛 結果呢 這個 徐老青也說 欸沒有 這個律師都跟我們沒有關係 對 她講說我們沒有這個律師的關係 然後這個也是在講說什麼律師費 這個都沒有 從頭到尾就一直講說 蔣辛齒女士為林語錄付費請律師 疑似推折的報導 是什麼呢 是未盡查證義務而導致內容錯誤 這個東西都沒有發生 都沒有發生 各位記得上次徐曉鑫講說 你要去問 我不是我婆婆 我也不是劉燕裡 你們去問她的時候是為了什麼 是各位記得嗎 就為了律師費 沒錯 就為了律師費 我長得像劉燕裡嗎 所以他講出一個關鍵喔 就是說 劉媽媽的錢怎麼用 她不知道 對 各位記得 上次有兩筆五十萬 對 在講說是還貸款的 沒錯 然後他還貸款之後 他媽媽拿去怎麼用 他不知道 那這一筆 是不是有另外一筆五十萬 給了他媽媽 孝敬媽媽嘛 這個兒子跟媳婦孝敬婆婆 給了這五十萬 等一下 至於這五十萬拿去做什麼 我婆婆怎麼花我怎麼知道 等一下 因為徐曉鑫供詞反覆 一開始說是一百萬 後面說是兩筆五十萬 這兩筆五十萬 到底是投資 到底是借貸 還是付律師費 沒有人知道對不對 可偏偏今天靜週刊那個報導 說什麼呢 說去年十二月的時候 高雄地檢署與高雄市警察局 抓了杜炳城 劉項杰林一輪四個人 這四個人律師費 剛好就是五十萬 這五十萬跟前面那五十萬 不一定一樣 因為前面那個 按照徐曉鑫的說法 是在一百一十一年 是兩年前 這個是去年年底的 對 所以有三筆五十萬 對 上次那兩筆五十萬 說是為了還貸款 就說貸款 那媽媽還不出來 然後去繳利息用的 對 那這筆五十萬 好啦問題來了 或者是那兩筆五十萬 根本不是還貸款 很有可能 就是處理這律師費的五十萬 但是 是子女孝敬父母 至於媽媽怎麼用這個錢 我怎麼會知道 也有可能不知道 我心裡就想好說 我就是給我媽媽 給我媽媽 給我媽媽 我眼鏡一閉我錢 貴了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媽媽拿去幹嘛 不要摸喔 不要摸喔 對 會不會是這樣 好接下來問題來了 他今天特別強調 我們沒有去處理律師費 對不對 對 這個週刊不是講律師費 週刊來講的保釋金 等一下 我在想律師費怎麼那麼貴 原來是保釋金加律師費 因為就是說 因為他們損工 因為他們每個人 以十萬到十五萬交保 保釋金由羅盛德代為交保 所以 律師費跟保釋金的款項 羅盛德一直沒辦法收足 總共基欠五十萬 他是寫欠款五十萬喔 他不是寫律師費五十萬喔 對 所以 所以他說我沒有付律師費喔 那你付的是不是就是這個保釋金 那你如果幫忙付了這個保釋金 給了這個羅律師 對 或者是 你把這五十萬交給了劉媽媽 劉媽媽拿給了羅律師 就說去還這個保釋金的錢 對 那他也沒有說謊喔 可是問題是 你說原本徐曉星可以這樣拗 可是週刊有講一句話 羅律師為了要收到這五十萬 他早上劉燕李 向劉燕李說明案情 並且索討這五十萬 所以不能再說不知情了 喔到這裡就沒辦法說不知情喔 對 那如果這句話算嚴重喔 因為從頭到尾都不知情嘛 對 那他寫出這句話就代表知情嘛 那徐曉星應該去告了 徐曉星就要去告了嘛 今天徐曉星說我沒有要告了 他說我上次已經告過了 那間大門深鎖 開會中勿佬 對他說我沒有要告了 因為我上次已經告了 對 可是上次沒有講這五十萬喔 所以今天徐曉星就完全不回答這些問題了嘛 然後就貼了一個說什麼地方行程怎樣怎樣 然後他先生留言你就說標題殺人 但是各位記者他們的用字都很精準 我們沒有附贈了一筆的律師費 對 沒有講其他的費用 因為搞不好他也是孝敬 他婆婆的錢 是 最後是他婆婆 上一次的周刊寫的是 那個都是他婆婆在處理律師的錢嘛 林余倫的太太跟他婆婆的對話 也是在講律師的錢 這些律師的錢跟律師之間的交涉 都不是徐曉星跟跟這一個他先生嘛 劉彥禮都不是 而是他的這個婆婆 那你說他們到底認識不認識 溫朗東因為很關心他們家族 因為溫朗東跟他們家裡面都很熟 從高中就都認識 對嘛什麼打辯論的大家都認識嘛 好 溫朗東說不對啊 今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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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月農曆過年嘛 農曆過年 2月10號還在農曆過年期間 農曆過年的時候 劉項姐的跑去屏東吃汕頭火鍋 吃完之後 徐曉星是用個人的 個人的這一個臉書 去按讚耶 欸我請問你喔 來我們回到這裡喔 來這裡 這件事情就出來囉 這個事情是2月 去年2月 他們就已經被逮過一次嘛 台中彰化台北地檢署逮過一次 好在12月 12月是交保喔 對 然後他們這個火鍋按讚 是插在這個12月跟 今年3月的中間嘛 對 照道理來說 徐曉星跟他先生劉彥禮 是不知道他姐姐 跟他的姐夫 跟他們的好朋友林俞倫被交保 你講到重點了 徐曉星知情報不報 因為這個東西 周刊 照周刊講法 徐曉星就是知情不報 對 因為周刊講喔 因為12月的時候 高雄地檢署 就是12月這條案子 高雄地檢署跟高雄飼料署 把劉項姐他們抓起來之後 最後交保對不對 交保 交保的錢是羅律師交的 羅律師欠了50萬 所以他去找劉領 而且向劉彥禮說明案情 照徐曉星 5月2號的講法 說什麼呢 夫妻財產共有 劉曉禮付錢 我就一定會知道 所以如果劉曉禮付了這50萬 徐曉星在去年12月就會知道 那為什麼2月還去按讚呢 去年12月是該幹嘛 選舉 我們去年12月是在招選舉 想救王一川 對啦 累得跟狗一樣 這個是不是剛好要選舉了 對 正在選舉如火如土的時候 徐曉星跟劉彥禮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他姐姐 他姐夫跟最好的朋友林宇倫 被逮進去 然後現在被交保 不是他一邊幫詐欺寫一犯付保證金 一邊開記者會 罵民進黨政府打炸不張 真的打炸不張 不就是因為有這種律師 配上這種所有什麼地上加密貨幣的人 來去做洗錢嗎 好所以這個案子其實在這邊非常的清楚 徐曉星要講說我都不知道 這些律師也不關我的事 但是我們家我跟這個我先生付出去的錢 都跟律師無關 你沒有問題去問劉媽媽 對 現在就全部要請這個劉媽媽出來揹這些所有的事情 可是各位記得回到剛剛那一張這個對話 這個對話其實有一個蠻關鍵的 周刊裡頭有寫 講完這幾句話之後的後面 他們都在討論跟律師的錢有關的問題 你說這個對話一開始說 這個是誰林宇倫的棋子 對 寄給對 是杜秉成也就是杜南的助理 他問 三三我想問你 如果有去找他弟 就是找劉項姐的弟弟 劉項你要這筆錢你有印象嗎 三三說好像有 對 可是我想說怎麼結個眉頭眉尾 周康有劉伏筆喔 周康劉伏筆說什麼呢 兩人之後的對話也一直圍繞此問題打轉 所以沒有人敢否認有這個對話 因為敢否認 周刊就丟更多東西出來了 所以杜秉成的助理也很聰明喔 為什麼他問他說 你問這個幹嘛啦 你為什麼要問 對 他也怕他講錯話 對 他也怕他講錯話 可是後面的這些對話 全部都在講這個律師費或者是保釋金的問題 對 所以顯然周刊的手上有後面的所有的 如果他們只要敢否認 這個東西就全部丟出來了 到周刊的習慣 對 你敢說沒有 又擠牙膏 然後就明天後天就又陸陸續轉 所以為什麼今天徐小新針對這個報導 今天沒有採取 開會中午 沒有採取任何的法律行動 因為這件事情真的涉及到 因為我們這個東西有不斷追不斷追 我們追很久 然後中間有斷掉 然後後來又回頭 因為周刊報料來追這件事 它涉及到一個政治人物的誠信 我坦白講 一個政治人物 他的親人涉案去交保證金 幫他付律師費有沒有什麼了不起 沒有什麼了不起 人之常情 可是問題是5月2號聖獲市一開始 希望你從頭到尾都斬釘截鐵說 跟他們不熟 沒有付律師費 可是現在出來的這個對話紀錄 幾乎就叫做鐵鎮如山 可是電影律師你在我們現場 我想問喔 這個報導裡面還有另外一個玄機 有一個知情人士跑出來 這個知情人士我坦白講 不是北檢的 為什麼 因為這案子 就我們做新聞試讀 它是從哪裡 據高雄地檢署 與高雄市警局辦案資料顯示 從高雄傳到台北的啦 好這第一件事 這件事知情人說什麼呢 此一發展和台北地檢署單位的收證 不謀而合 依據檢察官收證 以及通聯等資料 他們講有通聯喔 對 早就被監聽喔 他確實會往上燒是燒到 至少現階段看起來就是這個羅律師的角色 對 今天周刊寫的這個記者是資深的司法記者 我們也都認識 是 他其實有很多檢調系統 檢警系統的朋友 他可以知道說正常辦案的情況 如果律師在裡面的角色有去涉及到泄密 有甚至一道勾串 他當然就會往上去招律師 這段時間的社會新聞 大家都看到 詐騙集團的案子 大量的律師被搜壓耶 律師搜壓 起訴15個律師 整個整掛變成共犯結構 這個案子現在聞到這樣的一個氣氛 就是說劉相傑的當時 為什麼律師會被阻止說你不能辯護 這件事情就已經很清楚就是說 檢察官就知道你這個人 這個律師幫他辯護 會有利害充 會有串證或者是泄密的問題 所以我拒絕你讓人家辯護 林宇倫的部分是怎樣 林宇倫不是這個羅律師辯護 他是羅律師 照周刊的寫法是另外一個徐姓律師 是羅律師找來的 徐姓律師去幫他辯護 這個後來被林宇倫這邊也解除為認了 為什麼 他發現說你們找來的人 第一個 你看從這段期間以來 林宇倫的太太所講的 他都在說律師費都不是他們付的 但是到底是劉燕裡付的呢 劉媽媽付的呢 還是誰付的 還是之前那100萬 或者2比50萬 還是怎樣 錢講不清楚 總之不是林宇倫付的 那不是林宇倫付的 而找來的律師又不是在幫林宇倫 這當然是嚴重的律師倫理 你要叫人家扛一個責任 這個責任是 你本來可能只是一個像車手的 可能是一個旁邊的 你突然變成祖賢 我扛了之後 共犯變祖賢 而且他現在金額3000萬 你如果是祖賢 你要扛3000萬 以後要迷事賠償 所以林宇倫本來是 有點像是被說服 等於是 不論是羅律師系統 或者是他整個他找來的人 他被說服說好像他要扛了 我可以換換行 但是後來他發現說 好像不太對勁 欸 懂了 我懂了 因為現在會 渥利反其實坦白講 就是林夫倫跟林宇倫吞不下去 對 而且我覺得 那個對話記錄其實就是 林夫倫跟杜南的助理 對話 你說 他們之所以吞不下去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 你一邊假裝幫我付律師費 可以一邊叫我那個律師糊弄叫我認罪 我認罪可能要坐牢這一件事 第二件事你說講到重點 還有3000萬的民事賠償 因為詐欺金額要3000萬 所以我如果認罪 我這輩子都毀了欸 不是我做半年老一年老的問題 是我出來還要賠3000萬 難怪林宇倫他們吞不下去 而且林宇倫的太太 積極在救他的丈夫 對 你看這個對話記錄 這個對話記錄的截圖 徐小鑫一開始今天這個聲明 他回應這個聲明 第一個地方是打錯誤的 第一個聲明錯誤是什麼 他說 李周刊都相信那個詐騙犯所講的話 欸 今天這個截圖 林宇倫的太太不是詐騙犯啊 對齁 家屬啊 他去講了對話的這一個人 他在這一個目前現階段 北檢這個案子 他沒有被收押禁見 他是助理 對 他們的對話不是詐騙犯 丟出來的訊息 是林宇倫的太太為了救他的丈夫說 你全部叫我這個林宇倫全堂 不可能 不能全堂 你裡面有涉及到律師是不是去篡證 律師費從哪裡來 這些他據姓名想要把他釐清 所以周刊今天丟出來這樣的一個截圖 再次證明是什麼 大家開始質疑嘛 你徐曉欣前面講說都這個家族的頭痛人物 這我多年沒有聯絡 都是假的嘛 另外是什麼 其實在這個案子 態度我今天一直在觀察一件事情 徐曉欣說 這個周刊報導不死 或者留言你說不死 通常來講他不是說不服就幹嗎 對 如果今天講的是不死 講一次我告一次 態度講得很清楚 記者會開下去 拿一句拿一句拿一句不死 然後提告 結果徐曉欣今天沒有提告嗎 貼了一個說請勿打擾嘛 對 沒有提告 然後講說我上次告過 上次周刊的那個內容 跟今天的完全不一樣 因為就民事賠償來說 我罵一次就算一次損害 所以他今天到目前為止 我們錄影當下為止 沒有任何的法律行動 敢對周刊去做這樣的一個 我覺得告周刊 如果他把他澄清 你把他講清楚 大家就會說 周刊哪邊不死 而徐曉欣到目前為止沒有 而這一個案子裡面 牽涉到了這個 應該說 劉彥禮跟他當時這個都更協會的羅律師 裡面這個角色 過去的交情如何是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是 錢誰付的 為什麼會有偵查中的秘密流出 這個地方都要是檢警 未來要釐清的方向 對沒有錯 這真是非常非常奇怪 可是剛剛黃帝律師講到 一個非常非常大的重點是什麼 這周刊還有講一件事 講說什麼呢 因為過去我們看這些案子 每一次2023年2月的時候 台中地檢署彰化北斗分局 還有所謂台北地檢署 去抓劉彥禮家族 就包含劉相傑杜杜南的時候 是羅律師羅盛德律師來辯護的 去年12月也是羅盛德律師來辯護的 可是這一次喔 今年3月他們被抓的時候 羅盛德也要辯護 反正都是我辯護嘛對不對 可是呢 檢警突然以不適合等室友 要劉相傑定請律師 不讓羅盛德去當劉相傑的律師 這背後有什麼貓膩 我們看看相關報導 改變律師界從您的票開始 醫生西裝筆挺發表參選感言 他是律師羅盛德和徐曉星夫家感情甚度 除了是大姑劉相傑的高中同學 和弟弟劉彥禮感情更是深厚 看準火熱都更議題 徐曉星的先生劉彥禮出任都更發展協會理事長時 羅盛德就是理事 現已升任為理事長還是新北市政府法律顧問 如今被捲入老同學乍團洗錢風波 律師生涯重大污點也被棋底 2021年台安醫院乍零補助涉案的 洪生健檢公司董事長張家化被約談 還有刺青培育員護送嗆聲 羅盛德過去曾任洪生的法律顧問 確受張家化等人委任對公司提告 連他被控A錢都由羅盛德辯護 此舉明顯違反利益衝突 事後遭律師懲戒委員會即申解一次 這個懲戒的情況其實不常見 羅盛德律師生涯爭議不止這一樁 根據週刊報導 檢景三月份查劉相傑醒傑集團案實 據傳羅盛德出面要替劉相傑等人辯護 但被检方已不適合等室友 要劉相傑另請律師 而羅盛德的夥伴律師 原本擔任林餘仁的辯護人 事後也被解除委任 檢景低調不怨證實 對此羅盛德回應 週刊報導內容多為政治操作有諸多不實 劉相傑案非他帶領 案件也還在偵查中不方便發表任何意見 隨著徐曉星大骨案偵查 到底有多少人牽涉其中 也將一一合上海面 誠哥 犯罪跟犯罪集團是不一樣的 犯罪跟組織犯罪是不一樣 比如兩個傻子被詐騙集團 糊弄我去當車手 我去搞一些洗錢貨幣 這個叫做犯罪 可是如果我既有民意代表 我還有政務官 我還有律師 我有負責的車手 我負責開戶洗錢人 他叫犯罪集團 我們原本以為律師應該是相對安全 因為那個時候 傳出羅盛德有去幫林渝倫 幫劉相傑辯護的時候 羅盛德在4月30號有發表聲明 他說什麼呢 他說是2020年3月25號 林渝倫 劉相傑 再次因為刑事案件偵查 分別通過警方表示 要委任他當辯護律師 並擬定3月25上午做筆錄 但是羅盛德說 他另有案件開庭 不能接受委任 我那時候看到就怪 律師開庭充堂的多的是嗎 我哪有因為我要開庭 我就不能接受委任 又不是我們上通告 對不對 接了A通告就不能上B通告 多的是 我就看不懂 就今天中暗說了 劉家幫付律師費要領餘輪群 頂罪 律師卻招什麼 解任 而且檢察官要追什麼 追這個律師有 串公耶 串大哥 其實這裡面的關鍵是什麼 你剛剛講那麼多的話 核心的是 檢調今天3個字出來 可能故事會有更多 什麼意思 那3個字就是不適合 檢警以不適合等由 要劉相傑另請律師 不能聘羅勝德 對這裡面關鍵來 上次4月的時候 他這個理由是什麼 我要開庭 我要開庭 不方便和不適合 你要查在哪裡嗎 在法官前面 檢察官和律師 是平行的 是 你檢察官有什麼資格 說我不適合 說律師不適合 管我要請誰 對啊 你這個律師叫翻臉啊 叫拼斗啊 你讓來的權利 違證論憲 對 結果他竟然這麼乖 你聽懂了這個 沒改了嗎 等一下 專家跟你講的重點 因為 譬如說我是律師 我要去幫誰辯護 人家檢察官說 我不適合的時候 我一定直接問講 什麼叫不適合 你告訴我 我哪裡不適合 所以表示 檢察官給羅勝德 看到什麼東西 讓羅勝德摸摸鼻子 不敢講話 時間關係 我們就讓廣告 回來 我們會繼續 請我們的律師 好好分析 欸 這個不適合 這三個字 是天大地大的指控 是天大地大的指控 我兒子